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這站起來很高 我們共同主辦大會 臺灣公會 張立副總幹事 我們的 Stevens 我們的Ed Mr.Helman 還有我們的 NXD 我們的蔡超總盤 還有我們的 華碩電腦總盤 楊總盤 還有冒雪的唐處長 還有各位 媒體記者 李宗盛跟大家 大家好 今天 非常高興有機會 跟大家見面 其實電腦展 我們多年來都一直 跟大家見面 這是 我們少數展 在展前 展後都會 舉辦記者會的展 有些展是在 展前 展後就沒有 但是 今年電腦展 因為 隨著整個全球 這個產業的趨勢的莫動 轉變 電腦展也隨著改變 所以今年 電腦展有一些新的主題 新的定位 我們要借這個機會 跟大家來做個介紹 這個新的定位 它是作為一個 還是 這個拿掉 看得到 這個整個定位 我想在這裡跟各位做一個介紹 我們電腦展 今年 最大的改變 就是它要作為 建構全球科技生態系 這樣一個定位 它的英文 我們是 Builded Partnership for Internet Computing Ecosystem 這個我們在 我在 CES展 我在 這個 MWC展 我們都去介紹 台灣今年電腦展 轉變的方向 也得到 當地 國際媒體的 了解認識 讓他們更了解 我們整個 台北國際電腦展 未來的 重點跟方向 那它的主題 內容是什麼呢 過去我們的 PC 是我們展覽的主題 那 今年的 COMPUTEX 它的主題 第一個最重要就是 智慧物聯網的應用 IoT Application 它的應用 是我們的重點 雖然其他的國際大展 也有類似的項目 但是 台灣是 完整的 智慧物聯網 供應鏈的一個 基地 所以台灣可以在這方面 提供最新的 物聯網 實質的 解決方案 還有產品 第二個重點是 我們的 Innovation And Startup 創新跟新創 是我們的重點 今天各位 稍後各位 可以看到 我們從各國去邀請 得獎的 新創廠商 到 Computex 來參展 台灣的部分 也會透過 相關的機關 電腦工會 現在在推動 像自車會 像去年 我們的國華會 有參與 鼓勵 鼓勵 台灣的新創 廠商來參展 那 第三大部分 是 商業解決方案 Business Solution 那 最後一個部分 是 Gaming 過去講PC 講電腦 講 伺服器 但是 最近在幾個場合 看到 我們台灣的廠商 都在介紹 Gaming 所以台灣電腦 最有競爭力的部分 就是 在Gaming方面的應用 我相信 等一下 華碩的 兩總監 也會跟大家 做更多的介紹 那這些 就是台灣 今年電腦展 的四大主題 那我們也 藉由這樣的轉型 希望讓電腦展 維持 它全球 的一個 重要的採購中心之外 還建構全球 科技的生態系 這個時候 很重要的定位 因為 在展覽 現在 除了採購的功能之外 建立 夥伴關係 科技的夥伴關係 Internet 需要整合 需要夥伴 這些建立 Ecosystem 是我們 一個努力的重點 也是要呈現給大家的重點 所以 接著我簡單的 跟各位介紹 這個 剛剛已經提到 我們電腦展 除了是 B2B的 自動性指標的展 之外 它也是 發表新產品 我知道很多公司 都利用 這個電腦展的期間 來發布 它們的新產品 最近我看到華碩的 政務董 他也是說 會在Computex的時候 推出 那國外的很多公司 也會在這個時候 推出 等一下 看看 Siemens還有NXT 有沒有這個時候 推出新產品 另外就是 建構亞太創業生態系 這裡面很重要的 為什麼大陸 注重 Startup 以 未來的Startup 今天的 Google 今天的Facebook 今天的阿里巴巴 按以前也是Startup 今天的Startup 以後 就可能變成 這樣的 在我們自通訊裡面的巨貨 所以 Startup 非常重要 我要多去 發掘這些公司 來參加 所以 電腦展裡面 提供了這個 重要的平台 我們根據 Computex的調查 百分之五十 物聯網的解決方案 是由 Startup 來舉 來提出 所以 新創公司 非常重要 所以這也是我們 Computex 今年很重要的 為什麼要去把全球 得獎的新創公司 都邀請到台灣 還有 我們要 邀請更多的 台灣的新創公司 來參加我們的展覽 另外 我們的整個 主視局 也做一個改變 我們 經過爭取 找到了 意大利的設計師 這個 Mirata 公司幫我們 做了這個 主視局的改變 這個改變 米開朗 設計師 是米開朗 I generate a text that develops a flow of data which simply connects the key vision to the idea of modernity and technology. The X is the main scene more in the middle of the artwork. It brings to mind the word competence, pointing out the letter X. It splits the key vision from four separate areas and floats over the network, affirming the messages of dynamism and modernity. The X itself represents a multiplier of opportunities, a symbol of the event design to build partnership in the Internet computing ecosystem. The final result is a contemporary design that merits technology, dynamism and energy, three essential elements in shaping the future of ICT. The X is the omnium course幅以ですね 好 這個就是我們的設計的仁名 這個X就是CMTEX的X 也是有無限的可能 那四个象限就代表了今年的四大主题 接着就是它是定位 一个展览的定位非常重要 Computex的定位是建构全球科技的生态系 它是互联网生态系的伙伴 我们在展览内容里面 有很多的公司展出的内容 都是为了提供整个互联网生态系的这样一个产品 或是纠结方案 它呈现了整个ICT产业的供应链 这是台湾电脑展的特色 它呈现了整个ICT的供应链 另外就是这个是四大展区 我刚刚提过互联网应用 创新新创商业纠结方案 还有gaming 电竞 这是今年Computex的四大主题 那另外就是展区方面 我们SmartTax聚焦物联网科技的应用 那物联网科技的应用包括哪几点 我们台湾的强项就是在安全监控 智慧居家跟穿戴 车用电子3D智慧居体方案 这几方面 那在物联网的指标参展堂上里面 我们很高兴的有代表公益4.0的Siemens 公益4.0是由德国的Siemens提出来的 那这次他们会来参展 等一下我们的Mr.Edward也会做一个分析 那还有Mercedes-benz它会展示车联网的应用 另外瑞典的ABB就是会展现工业机器的 在这个物联网方面的应用 NXT是智慧生活安全的连结 稍后这个草总监会跟大家做详细的介绍 我们国产的一例链是车载 资讯通讯系统的供应厂商 那Innovation Innovate创新的这个部分 我们会举办创新产品 新创企业的产品的展示 它有展示 也有座谈会 有论坛 还有竞赛 还有华表会 还有交流活动 这个竞赛 创业奖金最高的有100万美金 100万台币 不是100万美金 有竞赛的奖金 鼓励新创公司来参与这个比赛 那这个是我们目前邀请到的 得奖的一些 在海外得奖的新创公司 到台湾来做一个 等于是引导我们在新创方面的示范作用 那本台湾的新创企业 也是我们鼓励的东西 我相信 新创对一个未来产业的发展 还有年轻人的创业 是提供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机会 另外就是我们也展出 Apple周边的产品 我们也设一个区域 专门展示 跟Apple相关的周边产品 台湾有很多很多供应商 也会在这个机会来展示 另外就是电竞的主题 我们今年电竞的厂商 相关的像华硕 Acer Cermotech 这些都是非常有名的做电丸 电竞的厂商 他们会参加这个电竞比赛 还有十国的国际选手 会来台湾比赛 那这一部分我们是跟这个 Overclocking的这个来合作 那伴的OZ World2 会在电脑产品里面 在南港展览馆的光郎 做这个电竞的比赛 这个世界的选手到这里来 他们用的设备 有很多都是台湾公司制造的设备 可以利用电竞比赛 来行销我们的电竞产品 我们的电脑 那电脑展也是多元的 有这些活动 那另外就是 其中很重要的就是 DMI Award 这创新设计奖 是我们跟德国EVE合作 那这个创新设计奖 选出电脑展相关的 得到设计跟 创新跟设计奖的厂商 都会涉探未来展示 我们也到全球 重要的 相关的自通信的展览 去推广 这些得奖的厂商 它已经变成 电脑展里面一个 权威的一个奖项 得到这个奖 它就是代表 D Design and Innovation 一个成功的象征 所以这个奖 不只是台湾的厂商参加 我们很多国际的厂商都参加 那今年参加的国家 到目前为止 可以说是 历年来最多的 达到26个国家参展 所以电脑展 它是一个国际的舞台 有各种的厂商 在这里提供 作为一个 全球科技的一个平台 那我们主要的重要商场厂商 包括ASER ASUS INTEL 还有 我们的SIMENS NXE 等等 都在参展之内 那 这一次先跟各位做了这些介绍 让各位了解电脑展的发展 也在这里要感谢 以为了各位媒体记者先生 你们过去的支持 让台湾有一个 这样一个好的展览 作为全球 自通性科技的一个平台 能够为全世界来服务 也感谢各位今天出席 也希望各位继续给我们知道 有好的意见 我们都会倾听各位的意见 让我们这个平台 能够充分的发挥 为全球的业界来服务 今天谢谢大家的出席 以上的讲报 谢谢大家 谢谢 今天介绍我们目前的成果 让人期待今年的Computex